报一报这宗47人案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判刑最终首名被告戴耀廷被判10年 其他一干人等有不认罪的亦有认罪 认罪一般4年多 纷纷50个月起跳 不认罪的大概70-80个月不等 大概6年多至7年多 而最重的是戴耀廷 其中1-4名被告的角色在这案件 叫做组织者的身份 分别判6年至7年 看一看这宗案件 民主派在2020年举办初选 被指曾协议如果民主派能够取得过半议席 就会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以图瘫痪政府 涉案人有47人 事后被控港区国安法中的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中31人认罪 剩下16个被告经审讯后 有14个入罪 整宗案有2个是脱罪 下面再跟进 来到19号 西九的法院门外 相当之虚含 有很多传媒 有很多外媒都来 被告的有很多亲友 亲属 女朋友或男朋友 有男女被告 所以有很多外媒来 采访 有些亲友更加用流利的英语 接受外媒的访问 场面是相当 控动的 在庭外 而戴耀廷是10年 其中就是 欧乐谦 赵家延 钟锦伦 这四个是组织者 他们也是选择认罪 而 他们也部分人 变成了控方证人身份的形式 作工 下来逐一看一看其他不同的人 例如 吴正亨 就是三头三不头发起人 他不认罪 判七年三个月 有些插图 我们尽量做多些 就没什么伪论发表 不要知道 我们会发表到什么伪论 但希望内容更丰富 插图也选择了很多 有些文字描述 大家自行就 看看 都是一些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 其中 郑达雄 也是不认罪的 六年六个月 主要我们插图也记载一些不认罪 或者大家认识的人 应该怎样都会听过名字 那些 其余没有图也没有描述的那些 我们也不认罪了 或者大家也不太认识的那些 另外 羊雪盈六年六个月 然后来到彭卓琪也六年六个月 去到岑梓杰 这里是社民年 许认罪 四年三个月 现年三十七岁 梁国雄六年九个月 我们稍后再到这里再说 而毛曼静 大家一定认识的 就认罪的 四年两个月 现年六十七岁 曾经说如果 如果出到肉之后 不管时间 有多狗 可与 这个老公 杜如新 就是一个外籍老公 看看大家怎样看 另外再来 就是何启明 不认罪 六年七个月 另外 黄碧云 怎样都听过 应该就是民主党成员 就六十四岁 判六年六个月 他不认罪 他求情的理由就是 角色是被动的 亦没有亲身出席初选协调会议 没有签署 网络 物乐无悔声明 竞选单章亦没有提及 是否会否决预算案 就说被抗争派 施压 才说出 否决预算案 但是 即使求情 但是 判刑也高 六年六个月 因为有些 不认罪 判六年一个月 然后 黄之锋 他选择认罪 4年8个月 然后 大家会熟悉 谭得知 快必慢必 就是 应聚的 52岁 现在已经是4年5个月 到现在 我还未分得清 哪个快必 哪个慢必 两个都投身了 这个界别 现在 都要进去 就是 度过的时间 另外 陈志全 6年6个月 下面 再有 资料再跟进 这里 他的作工 就是 担任 立法会议员 8年 自己 会视乎 预算案 有没有回应 议员 诉求及民意 再决定 支持 与否 不可能 未看过 要求全体民主派 集体否决 这是他的作工 只不过 官信不信 他是不认罪的 6年6个月 都51岁了 原来 陈志全同 谭德智 52 二十多年前 他们30岁 做DT的时候 刚刚 互相相差一岁 另外 施德来是不认罪 文协的 6年7个月 然后就朱凯迪 这里看到 入狱前 学定越南话 狱中教囚有 广东话 丁竹太太 送 粤与越南 商语词典 作教材 为什么要学粤与越南话呢 4年5个月 就是认罪的 朱凯迪 另外 何桂南 我还一直以为 这个名字 是男人 原来是女 因为他 男朋友 都什么支持 不认罪 最终7年 33岁 这里曾经说过 无可否认 2019年很多抗争者 但是 有一种 智慧的倾向 但是我想强调是 抗争不是求死 是求生 这些他们的 意见表达 再来 杨岳桥 是吧 大家都 都会知道 比如 刚才 还有 朱凯迪 朱凯迪说了 应聚4年2个月 62岁 无悔声明 遭 猛烈 评击 周嘉诚也不认罪 7年9个月 相当重 是学生 是职业 是职业 参加初选为宣扬香港民族理念 确立香港民族地位 是从 是他从政治的最大愿景 香港民族的核心是港人治港 他的见解 另外林卓廷当然大家一定知道是谁 47岁 同样不认罪的6年9个月 很多都是区议员 部份是一些无业的人 报称 有些是社工 有些是商人 也有一个是医管局的民职人员 他也有几条控罪 这个是被判6年9个月 再来 刚才说到梁国雄是67岁 他不认罪判6年9个月 因为他们的被告 有个项目顺序 他将某些有关系的人 就联系在一起 例如 快必慢必 还有范国威 4年2个月57岁 这边是柯耀林 同样是不认罪的 主要有图那些 大家一定会认识的 会想知道多些 他们的情况 也有很多是不认罪的 是记录了出来 52岁 这个是6年07个月 再来岑澳辉 认罪的 4年6个月 求情说 应归类为 积极参与者 他认为 希望创造更自由的社会 对自己过去言行感到 后悔 不认罪的 明白否决预算案会干扰 干扰到政府运作 和民生 因还颜未能服务 因还颜未能服务 向公众 自协 因为岑澳辉是 荃湾区议员 判了4年6个月 余慧明 最后同样是不认罪的 卫生服务界的界别 医管局民职人员 由于不认罪判了6年9个月 36岁 另外有两个脱罪 但是比如刘伟聪 他是大律师 但律政司是上诉 没有决户 他的裁决是 刘伟聪出席初选论坛 发言内容 没有跟从不记 竞选期间 没有主张 否决预算案 传有合理疑点 他自己是大律师 可能有点好处 另外还有一个 李遇信 也是脱罪的 未见到律政司要 复核 陈香谭问号表达想争取政府撥款 简单来说 要钱 而之前 党有点 的说法 反对撥款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 全部被告 被告 策四年两个月至十年不等 其余被告 50个月起 不认罪 全部在四年以上 法官 考虑案件 叫做何谓情节严重 或情节较轻 这是法官的专业意见 重要的着眼点 是犯案者的行为 以及 会引起的实质后果 潜在风险 和可能 影响 但不应 依赖内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法官就这么说 黄之锋 看一看 他囚了56个月 回到基留室 叫 我爱香港 法官宣读完 判刑立即散停 由于黄之锋判囚56个月 是属于 判刑较轻的被告之一 反回基留室大喊 我爱香港 拜拜 另外 判囚53个月的冯达进 露出牙齿的笑容 公民党四名有罪的被告 由50个月到61个月 阳岳桥比较高 不认罪的 郑达红78个月 民主党也有6名被告 分别囚 53个月到7年不等 被告也没有作出任何 相应的行为 而 首4名被告 重要角色参与者 量刑起点 监禁15年 大耀廷 欧乐坚 赵家然 和钟感伦 由于他们认罪 减刑 三分之一 除了大耀廷之外 法官指其他三个协助控方在 审讯中作证 对法律 无资及过往在公职服务上有贡献 获额外减刑期 但大耀廷是维持15年的三分一 扣减了之后变成10年 所以其他协助得到一些减刑 而周家诚 三个人就因为发起 物乐无悔的声明 所以他的 量刑起点去到8年 全部 根据指引 然后 杨岳桥的判刑起点 亦是8年 因为法官就说杨 在公民党参与 谋划事 的积极行事 具有领导地位 考虑杨 和早前认罪 亦参与了公职服务多年 最终判他61个月 即是 有机会再判高一点 而何桂南 激进囚7年 刚才说到 那个女的 我们找回何桂南 一直以为那个是男的 33岁 何桂南激进囚7年 然后就说吴正亨及其余初选候选人 全部被裁定 积极参加者 就量刑去到7年6个月 被法官指为激进 而且没有求情的何桂南 所以他判得重 被判84个月 即是没有任何减刑 这些环境 老虎蟹求求求求 可能他又不志在 坐多点 坐少点 还是他说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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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事 这些就是他的个人意愿 对法律无知只能适用于部分被告 例如 杨岳桥这些他不可能对法律无知 法官指部分被告 称他们不知道 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这个行为是违法 他们接受部分被告的说法 但不包括戴耀廷及杨岳桥 因为他们都是律师 并且坚定地推动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将他们的想法推销给其他人 故不会获任何减免 所以难怪戴耀廷除了认罪能够扣到三分之一 他完全没有再获额外的扣减 而戴耀廷在求情的信件 就是说揽炒十部曲并非政治目的 但法官认为 若他只是发表一篇文章 就或许如此 但他持续就揽炒十部曲 发表多篇文章 这就是提倡革命 另外也会见到很多人去到认讯 没有事、没有罪、没有官司 也会见到很多政界的人物 不一一读出名字 法官就指他是计划的一个大佬 兼是主要推售 所以完全没有获额减免 就会是这样 大家看看怎么看 这一单相当控动 也差不多报到20分钟 也不延伸说太多 也有很多 例如他有个揽炒十部 时间表和路线图等等 由最初第一部 从2020年7至8月开始 一直持续到2022年1月之后 他的十部曲 这些我们不多说了 另外一个蜜乐无悔的声明 也成为了刑期的考量 那我们就这一集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方留言 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发表一下 多谢你收听 记得点赞订阅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